哇塞!我是蠻西俊的AKMX 君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剛剛表演是很興奮要做這個系列 但是這一季就是 果然又是進到Q4 就是我們所謂的比較弱勢的啤酒季節 淡季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便利商店酒類2023年 Q4 今天這一集非常的特別 沒有一瓶正常的啤酒 全部都是May酒 沒好巧欸 就是兩大東路 我沒有看到什麼新的正常的啤酒 可是很多以前我們拍過的有回歸 但是並沒有新的東西 如果聽過日本然後這幾年 特啤酒的人也變少 都喝風味啤酒好像人比較多 因為風味啤酒比較容易喝 對容易喝 然後大家的接受度也高 不愛喝酒的人也愛喝 所以我說如果我是啤酒廠 我當然也往這個方向做嘛 其實那種Hardcore啤酒的研究者 已經不是他們最主要要考慮的 哭了 去死 為什麼那鳥屎的被人幫忙去死 來吧第一瓶 第一瓶 2023年10月進來的台虎幼光仙子 然後他是用白柚枝去做的 但我覺得我看到他們介紹的詞的時候 他們說中秋烤肉也很適合喔 你10月才出了 他是在模仿你 他是在臭你 他在臭你 你10月才出了 99元一樣9.9% 這個血拉噴嚇吧 我覺得很可愛 來喝喝看 我覺得今天的應該都會 應該基本上今天的都會很好喝 那我剛剛看一下今天的趴數是都偏高 今天的趴數還好吧 就是5趴 5趴 9.9趴 7.7趴 8.8趴 之類的 都高於一般啤酒欸 沒關係我們今天拍一支片而已 哈哈哈哈 等一下要把它喝完 嗯 非常的柚子皮的味道 嗯 好喝 好喝 而且不會很甜 對 還是有一點啤酒的那個啤酒花的香味在裡面 因為感覺通常 比如說他們家的都要 可能要加點冰塊 對 那我覺得這可以是直接喝的 這可以當喝 但這9.9趴一瓶喝下去 可能就是喝個兩三瓶的這個啤酒 因為我剛剛在想像 就是這類型的東西 他多半可能會說 除了柚子香以外 尾段還是會比較甜 但它是 真的啤酒 是風味啤酒 柚子皮香氣很重 酸度夠 最後尾段的時候是 很清爽的啤酒味 嗯 風味啤酒然後往啤酒再靠近過 對對對 這支 大量夠買 好欸 真的好喝 很適合開嗓喝 然後就只剩開嗓 很適合開嗓 不然我們就一個人 先喝兩瓶喝 就喝兩瓶就好 絕對沒有偏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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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第二支 2023年一樣是10月進來的 這一支是韓國的知名釀酒廠 這是它的檸檬酒酒 4%酒精濃度 超貴 109 它寫 レモン 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 爽爽 意味我忘了 沒有 只是 109 我真的需要比較認真的 檢視它的 味道 你看賣 怎麼會被兩圈 沒有 嚴格來講第一個我那是發動 對 所以那個不算 喔 OK 對 說實話 蠻好喝的 但是 它的味道細到 我覺得我有點 像是喝CC聯盟汽水 帶有一點酒精的感覺 是細的氣泡 或是它是 啤酒有點檸檬的味道 對 絕對不難喝 絕對是可以喝 但是 109元的價格 我會買 9.9 對 也還是幫他講一下話 是 像剛剛的那個 9.9的那個user 假設你是 不愛喝酒的人的話 你可能還是會覺得 啊這個還是有點酒味 但 但如果你是 完全不喝酒的人的話 那我認為檸檬酒酒 就是檸檬好的名顏 它的細緻 就是跟一般我們之前所喝過的 水果來講 它確實味道是 細緻很多 你喝得出 它是比較貴的品酒 只是說 109 就大概如果是跟我 就是以前跟我曖昧的女生 她說她想喝的時候 我才會買給她吧 好那我想喝咧 去死吧 給我喝你99吧 這支我可以評價是 有錢再試試 有錢錢啦 不要這麼嚴格 有錢錢 再試試看 第三支 金色山脈 然後這一支也是 99元 7.77% 酒精濃度 是真的有那麼精準嗎 其實我一直覺得 這應該是 一個商品名稱的設計 因為你要把 所有的酒 控在完全精準的 7.77 我覺得是 不太可能的 然後這一支是 以Punch 國外的那種調酒 就是一缸的 裡面很多水果 它是以這個概念去設計 但我覺得它就會跟我上一集的那個 直接要對桿 台湖的水果大亂鬥 那這一支我們就來看看 因為價格一樣 不然這濃度低了1.1% 顏色看起來不錯 聞起來算香 嗯 怎麼那麼啤酒啊 它胖在哪裡 對啊 它好像精釀啤酒的味道 對啊 它是精釀啤酒的味道 呃 我覺得味道是好喝的 可是 跟這個包裝有點 有點不打嘎 它有連結不上那個 對啊 水果胖曲那種感覺 對啊 它的水果胖曲在哪裡 它把包裝拿掉 它是一瓶 好喝的精釀啤酒感 而且很有他們家的味道 對啊 它就是金色產卖的味道 好那種蜂蜜系 對有點類似 但 大賣 但因為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講 他們買下去以後 可能會 不是覺得難喝 是覺得 就是疑惑 但 平心而論味道是好 嗯 只是這個設計跟這個味道 我覺得 我有點 我有點無法連結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頻道有用的地方 對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買這一支的時候 不要覺得失望 因為 它就是這個味道 但如果你喜歡精釀啤酒 你喜歡正常啤酒 你喜歡比較清爽的啤酒 那這一支的味道 我認為平衡度做的蠻好的 這一支 我覺得 嗯 我想想 可以試試 絕對是可以試試看 看過頻道之後可以買 對對對 但 因為我很怕可能說 一般消費者直接去買的時候 可能會說 這個怎麼這樣子 但我覺得如果你看過以後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這支味道是好 這一支 看起來好像介紹過對不對 這一支是 三德利的 Crab-196度C系列的 金鑽哈密瓜 我們之前的 我記得我們喝過的是 雙重哈密瓜 還是強烈哈密瓜 然後這個也是限定 這個是今年好像是 6月 7月左右 在日本推出 我不確定台灣有沒有同步上 但總歸我12月才看到它 我們今天就來評斷看看 這一支 5% 99元 喝起來味道 怎麼樣 上次的我們 你有印象我們的評論嗎 我忘記了 你有印象嗎 我沒有印象 甚至我不確定我沒有拍過 但是我們喝過 因為我對這個包裝很有印象 因為哈密瓜就是綠色的 也不至於啦 就是有很多哈密瓜在上面 這樣子 你說什麼哈密瓜 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什麼啦 什麼啦 發小了 樂已經變老梗了 你是上古時候的梗 每次到處還透明的 我都會怕 很有他們家的顏色風格 哇 我先不評價喔 非常的哈密瓜喔 哈密瓜軟糖 對 沒有是哈密瓜牙膏 喝通牙膏 喝通牙膏 說說好喝 好喝 好喝耶 它那樣香瓜的壞別 就是比較清爽一點 對 好喝耶 我覺得它屬於 開場喝 配餐喝 OK沒問題 然後我覺得它應該加一兩塊瓶塊 應該還不錯 然後因為它並沒有到非常的死甜 然後算 清新 清香 不過我覺得這種味道的 大概 大概兩支 就要先提 因為喝不多 喝不多 但是它就很像是 一支的時候喝起來很爽 停在一支的時候就一而未盡 兩支的時候剛好 三支就說下次我不喝 它很像那個小時候吃那個 棍的那個冰棒 那個冰棒 一次要吃半支剛好 對 兩支一起吃完就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就是你一次要折斷 就先扭完折斷 然後放冰箱 然後一直先吃 對 或者是一直被你朋友拿走 對 拿小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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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給評價 我會給值得一試 我可能會常駐給你像個兩支 你放在那邊 對 常駐沒問題 值得一試 這個是好喝的 由於Q4的商品實在是不怎麼多 所以我有點想未來可能把Q4當成 先前我沒有想試沒喝到的 可以來試試 所以我買了虎牌的燒皮葡萄風味 這一支濃度5.5%售價69元 是今年8月推出的 但因為我們Q2Q3的商品太強了 其實很多肉王治癒他 我覺得剛好趁冬季可以給 常吃商品 對對對 燒酒啤酒 而且燒酒啤酒 就很適合配上薑母鴨會養肉 不過我覺得定價有點貴 我先不論味道就是 這個瓶身5.5% 69 其實有一點點貴 尤其你又不是特殊商品 你是一個常派性的商品 它這裡面是燒酒加啤酒 然後再有風味這樣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燒酒啤酒 對燒酒啤酒 然後跟做成葡萄風味 OK 聞起來的味道有點化學 微妙 微妙欸 應該說我們正常喝的燒酒啤 因為燒酒的風味都很強 所以啤酒下去只是把燒酒的風味 降低一點點 可是它這個是已經是 它像是一體的風格 對對對 你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我剛剛喝的時候 其實我有get到燒酒的味道 嗯 我有get到就是我們平常在吃 三國料理那種小瓶的那種 葡萄風味的燒酒的味道 跟啤酒在裡面 但因為以前我們覺得有趣的是 可能是說像我自己並不喜歡喝 橘子汽水 我喜歡喝柳橙汁加汽水 它是兩個方向在焦點 它是兩個東西的碰撞味道 它是一個DNA的形狀 對它是一個DNA 但是這個東西它是做成一條線的時候 我反而會有一種 兩者的風味都偏 都偏得比較平淡 平淡 如果這樣的話 69元我覺得比較貴 真的比較貴 如果它是出一般啤酒價格 我會買 我可能會買他們家的啤酒 然後去賣燒酒家 我應該也是這個概念 就我們剛剛講 我可能會買虎牌的啤酒 加燒酒 去做這件事 不過不過 我們也要論回來 它的售價定價 如果以這點來看的話 69元就不貴了 它像是我現在就要喝燒酒啤酒 可是我不可能買一瓶燒酒加一個啤酒 我沒有杯子 我也覺得量量太多 我就會買這個 對而且我 我覺得這東西 很有可能在今天酒精入口會出現之類的 就開始要搞人的時候 要搞事 因為它有兩種酒在裡面 對 來來來來一瓶給你 這給你 我看到的時候我一定想 看 這一瓶我給評價是 選擇性試試看 路過可以試試看 路過試試 小哥燒餅可以試試看 下一支呢 我看到 這是冰火啦 這個口味之前就有 但它做了一個粉紅限定的包裝 那這個我們之前也沒拍到 所以這是11月初所推出的 芒果鳳梨口味 芒果鳳梨口味 你幹嘛搞一個粉紅色包裝 這一瓶49元 然後這就是 冰火就是保利達肉 但我滿好奇這個味道 但不過它濃度只有3%啦 49元的售價很不錯 因為其實3% 4% 5% 我覺得在50元以下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還是它要供那個 就是以前我們喝那種 剛18歲喝冰火的時候 一般是男生喝 它是專門搭配 18是女生喝 有可能喔 因為我們小時候確實 對耶你提了一個很old school的事情 小時候我們剛喊18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大家覺得 海尼根太苦 然後我們那時候啤酒 選擇沒那麼多歲都會買冰 那個玻璃瓶 玻璃瓶 因為冰火喝起來最順 然後後來慢慢才進化成喝那個 corona 所以就是我們從冰火進入到corona 最後才從 再進雪山 才進到海尼根 這是我們的 炎化石 快20年囉 快20年囉 現在剛18歲呢 是我的年齡推二耶 喔很香 很香 原色是 維他魯P啊 就是 喝完然後 尿尿尿尿尿 好衝擊喔 我覺得 尾段太膩了 尾段太甜了 尾段太甜了 好虛喔 對它尾段很甜膩 就是 稠稠的感覺 氣泡感沒有到非常的完整 就是我氣泡感只有僅存在前中段 突然去就尋掉了 我需要加冰塊 或是我需要 呃 加 強氣泡水 或是要很冰 對或是要很冰 可是我比較care的是 它尾段沒氣泡感 氣泡感不足 就跟你剛剛講 除非你要加 再補一點氣泡水進去 是可改造的 但是49元這個售價 沒什麼好嫌棄 我給這次的評價是 沒喝過久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 所以它也是Punch 後面唱的變成像台灣的風格 對 包裝很可愛 但是包裝我看不出來是什麼意思 貓吧 沒有那個是那個羊駝啦 是羊駝嗎 那不是貓嗎 你們看得太過細節了 我是說那一瓶是什麼東西 不是不是 對你們看過太過細節了 立揚頭很可愛 對 這一瓶52塊 然後是2023年11月登場的商品 Horo Yui的定價一直都很強 但因為Horo Yui有時候會踩雷 但我覺得52塊 只要Horo Yui的這個商品是ok的 那基本上就是大量購買 然後它這也是做Punch 會不會跟剛剛山脈發生一樣的狀況呢 然後你超級啤酒 對 倒出來的顏色我很喜歡 喔 你說像螺色的顏色嗎 對 有一點粉紅色 螺色的顏色 聞起來很不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彩虹糖 是粉紅色的一顆嗎 紅色的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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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點像之前我們有喝過那個 有什麼水蜜桃風味的那個細泡水 有點像 然後甜的版本 沒有它那個不是水蜜桃 是 就是彩虹糖 就是彩虹糖 很多莓果系列沾在那裡 對 莓果系列融合 它沒有辦法有什麼味道 但有嘉賓快我認為這隻52塊是沒問題的 清爽 好喝 只是我個人沒有特別喜歡 彩虹糖的味道跑到液體內 這是我個人的喜歡 你喜歡有點口感 對對對 因為彩虹糖的味道其實是很化學的 是 它是非常化學的味道 但是那個化學就是爽 所以這一瓶喝起來我覺得也就是爽 3%濃度 想想 買個6瓶 接下來進入的是 Farmi Collection 7.77 梅子沙王 日本合歌山的梅子 酸脆甜美 圓潤果實氣質與清爽氣泡 百喝不厭 這個包裝就是Farmi Collection的包裝 非常的簡陋 你用簡陋嗎 你用簡潔嗎 你用簡潔嗎 我先說 7.77% 68元 定價 不錯 很吃 不錯 而且這個東西感覺只要不錯才就老了 對 梅子沙王 不知道會有什麼中間 絕對不同的 但7.77%的梅子沙王 梅子果凍 有 梅子果凍的味道 沒問題 可以 給過 它的酒感是好的酒感 對 它有酒感喔 對 但是是好的 不會說什麼有些以前 弄發感很重 它不會 它的氣泡感也蠻舒服 氣泡感是舒服 整體來說 我可能會拿這一瓶當第二三瓶 定價沒 定價真的沒 果然是因為它是自有通路 然後少了包裝設計費 所以它的售價還可以加價 68 我可以比一下 大量夠嗎 沒問題 你覺得是大量夠嗎 高福底 但它不是 大家不要誤會 它不是甜 它的尾段也是 有些酒感在 只是它不是大家想像 檸檬燒 甜甜的 酸酸的 它中前段梅子味很重 偏酸 尾段還是有回到 氣泡跟酒的感覺 沒喝過酒喝還是會起杯 還是會起杯 絕對是會起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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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 適量而已 大量夠 再來下一個商品 是 2021年是買完了 這是最後一個人嗎 這是最後一個人 2021啊 2021年 它是2021年就有了 89元 我單純買來是想要跟那隻梅子撒網 試試看 因為這就是秋雅的 蝶屎氣泡美酒 然後濃度是4% 你看它賣到89元 哇這個叫 它很危險喔 它可能就是設計費 包裝設計費 然後它用季州南高美 它說100%的季州南高 高級 這個對送的結果就很尷尬 7.77% 68元 跟4% 89元 試試看 它現在是處於劣勢喔 在價錢方面 聞起來幾乎沒什麼香氣 很...很淺 喔不同方向 不同方向 這個是正美酒的方向 對對對 都沒得比耶這個 兩個走向是完全不同的 沒得比 這個很好 而且你喝得出它的細質感 這個是很像我真的拿我家的美酒 拿泡氣泡水 對加氣泡水就跑得出來 有沒有可能就是這麼做 因為它是秋雅 欸 欸 我怎麼會沒有想到呢 對 有沒有可能就是這麼做的呢 它自己也寫了 氣泡美酒 無論CP值我會買 我說實話 這個的味道比7.77%好 就是如果你沒有經濟考量下 我100%是買這個 就是我會買兩瓶這個 但如果我今天是年輕學子 我有經濟考量 那我100%買7.77% 我覺得這兩者的最大差距是 7.77%的定價跟它的味道是符合的 這支89元跟它的味道也是符合的 所以只在於你自己對於這件事的消費能力 對啊 所以上一支的評論是大量購買 對 這一支的評論是 有閒錢的話大量購買 我們下集見 好吧 排進來好了 我們做個總結好不好 想說上次有帥哥幫我們開了先禮 欸 沒錯我 當然是你啊 你的第一名是誰 我的第一名應該是台湖的 這一支 右光先止 右光先止 你咧 我的第一名可能是這個梅子沙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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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全家的這個 我的第一名是台湖 也是台湖 不過我大概講一下評論是 如果我單論味道細緻 我認為這所有東西味道最細的絕對是這一支 對 最細緻的是它 這個東西論性價比跟價格 是很棒的 然後 山脈這一支我認為 把Fruit Punch拿掉以後是 好喝的進來 好喝的鼻 對它是好喝的鼻 是名字取錯 是名字取錯 然後開場型的酒 1 2 3 4 這四支我覺得都可以當開場型 就是這一季的開場 不過我自己覺得 哈密瓜是 在這四支中的第一名 那冰火 我覺得它還是比較膩一點點 所以需要有一些配套措施 梅子沙娃簡單粗暴 這個東西我評價也可以很高 因為定價跟酒精濃度來講 我覺得它還是定的比起棒 我的1 2就是1跟2 2 這兩支我的1跟2 2 大家可以看到後可以嘗試購買 因為這東西它價三個還有 因為Q4跟24年Q1 應該都是比較弱的兩季 他們的商品應該是會常駐比較久 不然不太快上下 不太快上下 因為沒有太多商品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去看看 我們等一下還是要把這個東西喝完 因為今天的總哈數其實算高 欸今天 很高 總哈數很高 混角都看我們習慣了嘛 對不對 我昨天晚上喝酒 我才一個人考慮一次威士忌還可以 你們喝這麼多喔 就是昨天 就是 我還年輕啦 我們這次 想要裝帥今天我還創帥 對 不是吧 不是吧 如果喜歡這期的話就把他放上去 我們廢裝就用廢物餐 如果你有吃的喝的好玩的有趣的 歡迎來信 來信 跟我說 下集見